除了酷热天气 最近卷土重来的烟埋情况和猖獗的公开焚烧活动脱不了关系 有近于此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将向总检察署建议修改法令 如果发现地主放任所属的土地燃烧 那政府将有权回收有关的地段 部长拿督斯里旺朱乃迪指出 这项修改建议将包括公开焚烧的私人地段以及农场 因为这是导致空气污染和烟埋来袭的主因 旺朱乃迪举例 沙拉越州目前实施的类似条例将这些土地称为重收土地并交由政府来管理 由于现有的法律不足以管制焚烧活动 因此政府建议采取更严厉的对付行动